于书曹紫青一行人到了城南的时候,太阳不过刚冒间, 骑云关周围宽敞的大街上便已是人来人往,客商满街, 卖风水摆设的,骆子挂件的,水墨自画的,绣品绣样的, 小石香味溜着路边飘散开。 除了长门铺街,于小修是头一次到这么热闹的地方来, 一进到人群里,就紧抓着于书的胳膊,好奇地东张西望。 赵慧也拉着于书的一头,曹子欣不紧不慢地跟在他们后头。 穿梭在人堆里,于书静闻着吃喝香味的, 是卖肉丝糕,红豆包,笋肉夹,葫芦汤,糯米粥,花园汁子。 一阳城里的小吃,全在这条街上能看到, 馋得没吃早点的他,胃里是咕噜噜地叫。 瞅准了一个卖热糕的摊子,拉着赵慧和于小修挤上钱。 多少钱一个? 肉丝炸二十文一个,萝卜炸五文钱一个,小姐,您来两个尝尝。 瞧着锅牌上蒸得热丝丝的糕饼,于书松开了赵慧,伸手一笔笑道。 哈,给我拿四个肉的,再来两个萝卜的,九十文对吧? 好嘞,我给您包起来。 赵慧要去掏钱,被于书按住了, 又一扭头,冲着正从钱袋子里拿出银子的曹子欣说, 不用不用,我来拿,昨天裴总管先支了我半个月的工钱花, 有一两呢,我都兑现成零钱了。 曹大哥,把你的银子收起来吧,这里可使不开。 说着,便松开了于小修的手, 在随身挂的小包里掏出了一串钱, 拨拉拨拉地去掉了十个,递给了小贩。 赵慧没拦着他,对曹子欣说,就让他掏一挥吧。 曹子欣看着于书兴致正高,就点了点头, 随了他的意,把钱袋收了回去。 小姐,您拿好,小心包着,别烫了手。 嗯,慧姨,小修,给。 于书一个人分了一份, 扭头直接给了曹子欣手里塞了两, 曹大哥,快趁热吃,不够我这个给你留着。 于书想得简单,曹子欣是个男的,胃口肯定大, 这巴掌大的吃食,一个肯定不饱。 曹子欣瞧瞧手上的热食, 他不习惯在街上吃东西, 但见于书一口一口呼呼咬得香, 不时拿眼睛瞅了他一眼, 似是在询问他怎么不吃。 犹豫后,他还是低头张了嘴, 尝了一口,嗯, 其实味道还不错。 街上边走边吃嘴的人多, 四个人捧着热糕并不显眼, 于书一手攥着于小修, 一手包着油纸咬着热乎乎的肉丝糕, 看到了街对面卖豆腐汁的, 呜呜了两声, 又带头挤过去, 要了四小碗, 就站在小坛边上和其他的买吃食的客人 一起喝了个热乎。 吃喝下肚, 胃里暖宝, 于书拿手绢给于小修擦了擦手, 又拉着他跟在赵慧身边, 随着人流, 往奇云关的门口方向涌去。 路上, 欲见卖沾书的摊子, 赵慧都要停一停, 拿着花花绿绿的物件, 往于书的头上比了, 觉得合适, 就会问于书一句喜不喜欢。 于书才收了赵慧的一声一声, 拿好意思再叫他破费, 不管好不好看都要摇头, 再挑一堆毛病出来, 闹得小摊贩的脸色难看, 最后还要赵慧拉着他离开。 赵慧带着于书逛了半条街, 因为他不配合, 什么都没有买到。 见时候还早, 有名望的义客们都没有上街, 就干脆先去了道观里上乡。 奇云观是一阳城中香火最旺盛的道观, 供奉着三清祖师爷, 供人求神还愿, 除此之外, 还提供求签解签的业务, 比起物价昂贵的义馆来说, 这里更多来的是乡客, 一把香烛黄纸才十文钱, 灵不灵求个心安。 冠里这会儿的人还不是很多, 赵慧去排队买香火, 于书就站在道场里边, 拉着于小修, 仰望着那座供奉在台上的 三座巨型的老人像, 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曹子欣就站在他们的身后 为他解释。 三清是道教尊宠的 玉清、上清、 太清三大清境, 因为三清先境中 著有三尊神, 即原始天尊、 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 便被人供奉为三清祖师爷。 你们瞧, 那当中的就是玉清祖师。 左边白眉白发的是 太清祖师, 右边手持如意的上清祖师。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约,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赴婴而抱扬, 充气以为和。 故而道家有三一学说。 虞书上一世偶尔会出门旅游, 别人四处挑买纪念品的时候, 他就喜欢跟着资历老道的导游走, 听听故事, 掌掌见识, 觉得要比自己一个人傻乎乎的看热闹, 有趣得多。 现在有了曹子欣在旁边讲述和了心意, 他不吝啬夸赞, 托大哥, 你懂得真多。 曹子欣见他喜欢听, 自是开心。 哼, 不过是闲时, 多看了几本书, 你若有兴趣, 回头我找些文本给你看。 你知道我现在跟着陪掌柜学做账, 哪有时间看书啊? 虞书婉拒, 比起书本纸上, 他更偏好学习实际应用的东西, 假使清真教他时, 先丢给他几本书背, 他未必有耐性每日重复那枯燥的猜子功课。 曹子欣劝道, 哼, 若有空, 还是多看几本好书。 虞书对他的这句话赞同, 却也另有看法。 见虞小修仰头在一旁听他们说话, 沉樱了一下, 便表达道, 不晓得, 曹大哥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闲人看书, 忙人走路。 这是何意? 是说, 看书做学问的人, 是有大把大把空闲的人, 你瞧那街头上, 为了生计奔波劳碌的人, 他们要养家糊口, 或许, 还要养着看书的闲人, 他们有功夫停一停看书吗? 比起几页学问, 几个铜板更叫人踏实。 看书是好, 可也因人而异, 假使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看几本书有什么用? 你说是不是? 曹子兴被他的言论所吸引, 更吸引他的, 却是他此刻眼睛明亮, 十分有主见的样子。 心道, 这孩子游走于市井, 出身寡落, 竟有一份常人少见的果断利落, 虽不免有市快之嫌, 却坦荡地让人无法轻视他。 照你这么说, 你还是个盲人呢? 现在是, 将来嘛, 说不准。 哼, 那我呢? 曹子兴很想听听于书对他的看法, 虞书打亮的目光投来, 曹子兴站直了身体, 脊梁挺直, 就听了他一本正经地说, 曹大哥是忙里偷闲的人。 曹子兴的嘴角仰起来, 因他这个介乎于盲人和闲人之间的评价, 尚且满意。 姐, 我呢? 于小修也来凑热闹。 虞书屈指在他的脑门上谈了一下, 你? 当然是个大仙人, 今天玩玩了, 回去就好好做功课, 知道吗? 于小修捂着额头叫句, 今天学礼放假, 功课昨天晚上我就写完了, 你以为我是你啊? 丢三落四的, 不长记性。 哟哟哟, 还顶嘴, 教训起我来了。 于书伸手掐起了于小修的两片脸带扭了扭, 于小修被过路人打亮, 脸一红, 忙去推他的手。 两人打闹了, 曹子兴就在边上笑眯眯地看着, 等到赵会来了, 于书才放过被他欺负的面红耳赤的于小弟。 从骑云罐出来, 街上已经是人山人海, 到处涌动着人头。 赵会怕被人冲散, 一左一右地拉着于书和于小修, 还要不时地回头看一看曹子兴是否跟在后头。 刘家来了! 刘家来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人嗡的一下, 就往东边挪动, 很快就在街对面的一处茶楼门外, 排起了长龙。 赵会来过几次三清会, 清出门路, 看情形之道, 要去刘家问普, 这样子, 说不好得排到下午。 就直接拉着他们, 垫着脚看着街边一只高悬的帆布, 瞅准了一个升冠好的名号, 就借着人都被刘家吸引去时, 挨到了那边队伍前头。 哎呀, 人怎么突然变这么多? 虞书从鸭式饼一样的人堆里挤出来, 手里紧紧地搂着布兜, 心有余计的。 啊, 这都是寻常百姓, 平时没有多少闲钱, 难得今日不收普京就来问个好命。 赵慧一边解释, 一边检查着钱袋子是否放好。 哎, 曹大哥呢? 虞书扭扭头, 发现不见了曹子星的踪影。 赵慧和虞小修跟着他转了半个身子左右探望, 也没有找到。 哎呀, 定是被人群挤散了。 不要紧, 事先和他说过, 要散了, 就在道观的门口等, 就快排到咱们了, 等下算完了再去寻他, 不急。 虞书点点头, 又朝道观的方向看了几眼, 都是人头, 越远越模糊便放弃了, 老老实实地跟着赵慧排队, 一点一点地往前挪。 大概等了一顿饭的功夫, 就轮到了他们, 靠街边摆着一张长桌, 好木料的案子, 上头马放着有千筒, 挂盘, 六摇, 红绳的事物, 桌后头坐着位花甲之年的先生, 后头立着高低两个童子, 还有两个仆人, 扫了赵慧余书他们一眼, 捋着胡子淡默道。 问什么? 赵慧赶紧按着余书, 在桌前的凳子上坐下, 掏了怀里的八字, 两手递给那先生, 口里客气地陪笑。 啊, 先生, 这是我侄女的八字, 您给瞧瞧她的命如何, 景气会不会有灾祸。 这位先生一只手接过去, 另一只手伸出来, 就有童子递上挂盘, 他长在手里, 转拨了几圈, 又伸手, 有童子递上毛笔, 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几个字, 话去皱了皱眉头。 抬头定睛看了余书一阵, 口中嘖了一声, 便将那写有余书生成八字的纸, 按在了桌上, 颇有几分同情道。 短命非夜未大空, 平生灾难事重重, 凶祸平临现逆境, 终是困苦事不忠。 余书扬起眉毛, 赵慧脸色有点发僵, 小心翼翼地问道, 先生, 这是何意? 此女乃是个贱命, 一事无成, 短命相, 俗话说, 就是狗屎命。 慧姨, 慧姨, 你慢点走, 当心看路啊。 余书被赵慧拽着, 推推嗓嗓地挤出了人群, 指得一手牢牢地抓着 有些惊慌失措的余小修, 免得走散。 身后头, 好像还有几个人在指点, 议论纷纷说什么狗屎命之类的话, 越发让赵慧抓紧了她的手腕, 快步走了几分, 几乎是横冲直撞地离开了人群。 余书心里头其实也有点郁闷, 换了谁被批个狗屎命, 恐怕都高兴不起来。 虽说那个深沉八字, 严格地说起来, 是前身那个短命鬼的, 而不算是她的, 但谁知道她换了壳子, 是不是也会受着狗屎命的影响。 路边的行人见少了, 赵慧就这么一路拉着她离开了三清会的地盘, 才在路边停了下来, 转过头, 露出了一张强颜欢笑的脸, 捏着余叔的手, 与乌伦次的安慰道。 啊, 没事儿, 那人算得不准, 你怎么会是个短命的, 前头那么的大难都过去了, 慧一看你就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哪像他说的什么, 简直, 简直是胡说八道。 看他慌得脸色有点发白, 于书反而没有心思瞎想, 点了脸头, 握紧了他的手, 肯定道, 嗯, 就是, 你瞧那先生都多大年纪了, 头发胡子都白了, 眼神肯定不好, 纸上的字, 看不看得清楚都难说, 定是给我看错了。 赵慧见他脸上并无难过, 心里这才好受一点, 懊悔道, 嗯, 真是的, 早知道就去排刘家队, 图个什么块呀我, 不行, 我们再去排一次, 这次, 就到刘家去, 说不定待会儿孔家也会来。 于书忙拉住他求饶道, 哎呀, 别去了慧姨, 好不容易挤出来, 再往那里头走一回, 我才是要小命没了。 于书再三劝说, 赵慧才放弃了再扎进人堆里的想法。 于小修在一旁闷闷不乐的, 三个人心头吊着个狗屎命, 都没有再游玩的心思。 那你们姐弟俩在这儿等我, 我回去找你们曹大哥, 今天咱们不逛了, 看他同咱们一道回去不。 慧姨, 你在这儿, 我过去找他。 于书不想让赵慧再跑一趟, 怕他心不在焉地再出了差错, 就给于小修使了个眼色, 不等他答应, 便回身朝倒灌的方向跑了。 小修, 小修, 哎, 这孩子跑这么快, 我话都没有交代。 赵慧跺跺跺脚, 扭头冲着于小修说, 小修, 那先生刚才给你姐姐批命的话, 不能对外人乱说, 知道吗? 于小修点点头, 他明白事理, 晓得真被人知道, 他解释那老实子狗屎命不是好事。 赵慧想了想, 又叮嘱道, 也不许对你曹大哥讲, 知道吗? 于小修一样点点头, 并不问为什么。 在他眼里头, 除了他姐, 其他人都是外人, 曹大哥也一样。 曹子欣最后是护送赵慧他们一起回了家, 午饭在赵慧家里头吃, 赵慧在厨房烧饭, 于叔帮着打下手, 于小修和曹子欣坐在桌上大眼瞪小眼。 小修, 我们走散了那会儿,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 曹子欣觉得奇怪, 先前从奇云灌出来, 他们被人群冲散之前, 这一个两个还都笑呵呵的, 等再碰了头, 气氛就怪怪的。 回来的路上, 于叔的嘴里说个不停, 一直在逗着赵慧笑。 要是搁在平时, 那几个笑话, 赵慧早就乐得是前仰后喝, 今天却连一声笑都没有, 只是急匆匆地回了家做饭。 于小修慢慢地摇头, 没事儿。 惠仪说了, 不能和曹大哥讲。 曹子欣说, 真的? 于小修的眼睛看向一边。 真的? 曹子欣一看就知道, 这小孩是在说谎, 眼睛都不敢正瞧他, 心里头越发担心是出了什么事儿, 吃饭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等饭后, 主人收拾碗碗筷, 他起身告辞, 借机叫住了虞书。 阿叔, 你上次不是说想要两根细封的毛笔吗? 我昨天找了两根出来, 你随我去拿吧。 啊! 虞书点头, 对着赵惠说, 惠仪, 我去去就回来啊。 对着赵惠说,